但是这个巡航车有一点它没有编箱 所以我一单放平的话 整个车就翻过来了 整个轮子翘起来了 所以我只能这样半吨的放 当年我三万五落地买了一款ADV拉底车 现在你知道吗 打了六折了 以前四万块钱买了摩托车 现在两万块 两万多都可以买到手了 春暖大地 春回大地 春暖花开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小熊 这不年过完了吗 历春也历了 是不是春天来了 又该到我们这些摩托佬 集体骑摩托车出去旅行了 我这个摩托车从年前下雪停在这里 一直到年后下雪 下完雪到今天 一直都没有动过 然后车子里面的电池已经被我抠掉了 这个车目前是启动不了 今天就是趁着天气好 心情也好 下来给我的车 食道食道 给它擦擦干净 因为没回老家 所以这个车没法洗 就只能用丝纸巾 随便这样抹两下 这都是从老窝带回来的泥巴 我妹就随便扒拉两下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泥 都还没洗干净 这个后背灯 看到没有 今年我们河南 是一个冷冬 比较冷 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下这么大雪了 2023年年底下了一场大雪 2024年又下了一场大雪 我也是浮了 搞得我整整一个多月都没骑我的车 哇 看这个灰 这个地方一定要擦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骑车拽上面的时候 这个腿要在这个位置 最开始 我第一次拿到这辆车的时候 老是觉得这个车 车座这么窄 是不是屁股坐的可不得劲 不舒服 但是骑了三万多公里以后发现 长途骑行骑个三四百公里一天 其实这个车坐着也不是说 屁股很疼很难 这种那种啊 这个车座是很远的 这个是去年2023年 8月份的时候 在云南贴的一个标 结果现在跑了一趟 回来之后这个标 颜色都掉了 把车给弄前面去 等我明天把电池装上之后 正好明天礼拜天 把这个车骑回老家洗 别的地方可以不洗 但是这个脸是肯定要洗干净的 对不对 一辆摩托车好不好看 就看脸 就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道理 又到了骑摩托车的季节了 可能很多人都说 小熊 我想要买一辆摩托车 跑长途 想去新疆 想去西藏旅行 怎么办呢 什么车适合我 因为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摩托车 那我给大家建议呢 就是买一辆125 或者150的小踏板 哪怕是男装车 就是跨骑车啊 也尽量要控制在250以下的排量啊 因为机械这个东西 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 你稍微一点点操作不当 可能刹 车都飞出去了 那新手选车呢 一个是排量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车的座高啊 骑这个车之前 第一辆车是一辆 亚马哈的天剑150 拉力车我也骑过 当我骑完拉力车 再骑这个巡航车的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富虎行航车真是太像了 跟我一样 个子不高的女生是不是 我们骑拉力的时候是不是 一脚跨上去 虽然说很酷很帅 但是你把车子骑正之后 一个脚尖尖着地 另外一个脚完全不落地 每一次遇到红灯 特别的慌张 你稍微你整个车头你摆不正 那么你就要倒车 包括我现在这个车是禁止状态是不是 那我要往前走 往后倒 我就不需要下来 我就不需要下来 哎这样子 使劲的往后推啊 往前移 完全不需要 我当我个子够得着这辆车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样子 看到没有 我挪车就可以这样挪 毫无压力 如果说我们要是买车 先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 你得考虑你能不能驾驭得了 这整个车呢 虽然说坐高比较友好 但是它也有400斤的重量 如果说加上我们的行李 大概将近400 8到500斤之间 如果说它在倒轮的情况下 你要考虑一下 你能不能扶得起来 说实话 这个车重心偏低 我都不一定能扶得起来啊 当然我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扶不得起来 等一下给大家去试一下啊 我还从来没扶过这个车 因为我没有倒过 以前啊 别人都叫我熊岛岛 后来为什么别人不叫了嘞 因为我技术提高了 再加上车子够给力 我还把车推到这边来拍 不然等一下拍到人家的车了 到时候又要给别的车 当马赛客麻烦 再给大家提醒一点啊 摩托车始终是肉包铁 不像你汽车 哪怕你是一个新手 你如果说开这新车出去 哪怕你转了 你刮了 没关系 铁壳子保护着你 但是摩托车 虽然说你穿着勤性服 戴着头盔 但是一旦你撞击力够大的情况下 你一样得受伤 所以呢 一定要循序渐进 从小排量开始骑起 那么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骑过 上500排站以上的车 基本上都是在500排量 400排量左右循环 对不对 今年已经是2024年了啊 一看到这个车 我就想到2019年 像当年我骑的第一辆车 就是我的天剑亚马哈150 那辆车当时落地下来 大概花了小一万块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这款车的价格吗 去年买的时候三万多 今年降价直接降到两万多了 而且还是皮带版的高配的 喜欢摩托车经常上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摩托车行业特别的内解 不管是哪一款车型 一直在降价降价再降价 包括到现在啊 据我所了解 好几款车型都是 基本上打了一个六折到七折 当年我三万五落地 买了一款ADV拉底车 现在你知道吗 打了六折了 以前四万块钱买了摩托车 现在两万块 两万多都可以买到手了 降价意味着什么呢 开始夯摇忙了兄弟们 你们看中的摩托车 现在可以下手了 不要再犹豫了 我断定 今年摩托西藏 摩托新疆的摩托车 要比去年要多一大批 不幸咱们路上走着瞧 说实话 我真的很羡慕 现在骑摩托车的摩托啊 当年买摩托车价格 现在都可以买两辆了 太羡慕了 这辆车呢 其实也陪我跑过了不少地方 中国基本上走了一大半 包括国外也陪我走过了 目前也没有把我扔在路上过啊 所以国产值的质量 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了 好了 接下来把这个车放倒 给咱们的新摩托看一看 一个500排量的复古巡航车 重量在400斤左右 放倒之后 以我160的升高 一个女孩子的体力 看能不能给它扶起来 那么这也是给 这个呢 也是给新手朋友们一个参考啊 这个车其实也重啊 跑高速的时候 这个车啊 其实很稳 车子重也有重的好处 但是这个巡航车有一点 它没有编箱 所以我一单放平的话 整个车就翻过来了 整个轮子翘起来了啊 所以我只能这样半蹲着放 整个车已经落地了啊 现在我开车使劲 看能不能扶起来啊 千万不能掉链子 左脚右腻 还是可以扶起来的 今天这个鞋不行 我自己把我只脚给踩了 我一直以为像这种 复古巡航 重心低 车子很难扶 没想到 我还是人扶得起来的 还可以 还可以 不是我想象中那么难扶啊 作为农村人 经常干农活的女人啊 还是有点力量的 听说呀 香帅中基 最近又出了一款新车 是250排量的 在我的记忆中啊 工厂那边出的车排量都很大 包括我这款车 已经是他们工厂 最小排量的 我也很期待 他们那款小排量的摩托车 春天来了 又到了摩旅的季节 赶快买上你的新摩托车 和我一起出去旅行吧